嗨 大家好 這裡是粉塵一個新的Vlog 那其實 我之所以會抗拒說去急診 那麼一個大的原因是 我害怕自己出錯 就是我不敢面對自己在臨床上的失敗 看病救人的失敗跟做實驗不一樣 他只給我一次機會 就是如果我沒有做好 那就真的沒有了 沒有然後了 那麼後來我發現 急診不是孤軍奮戰 甚至是病人家屬和你的上級 一起合作努力去提取某一個問題 老師那如果說錯做錯了怎麼辦 你先跟我說我幫你把握 新冠肺炎的時候第一批要去武漢資源 我們科他是第一個報名人 對我們醫務人員來說 就算有忌憚之心 你也要勇敢站出來的 所以我慢慢的有信心 成為一個優秀的 一個傑出的急診律師 我有信心 我有這個決心 不想因為我而 讓病人 讓家屬感到失望 唉 不想說 那 über 我們 We are ねぇ 有沒有不舒服 扫搭呗 扫個可 唉呦 親切很多 等一下我們這 banco 把這個掛完再我們覆查一下 高婷 如果好那明天可以出院 我去我去我去 你好能听得懂说话吗 你看他手你看他手都能看 在抖啊 这咋的 你今天怎么了 就是没有力气了对吧 有人跟你一起过来吗 有啊在门外是吧 那我去问他家属吧 他自己说也说不了 有成厅的家属吗 你是他的厨师 这都是没那么熟的人送来的 我们这跟他妈妈已经取得联系了 他妈妈可能会送你过来 他们在河南是吧 河北好像是 他现在讲不了话 主要是什么情况 他直播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晕倒了 你知道还有其他情况吗 不知道 他以前有什么毛病你知道吗 不知道 真的我们啥都不知道 我们不是很熟 这只是我们还几天 上班的团队 好的那我知道了行 你不要走开啊 你能不要走开啊 啊行 啊 要命 进 进 进 全在上下就直来 看见 啊 哎呦 哎好可怜 真的我们啥都不知道 我们上手 就只是我们开 几天在上班的团队 行 我一下全在上下就直来 快吃 好惨啊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好多了 感觉好多了是吧 你是天都没有吃过东西的 昨天晚上吃了两口 啊 那昨天昨天白天的有吃吗 没有 所以你就是不吃东西 多久了这样子 从 六月份一直到上班 哦 还没有工作呢 就没有时间 嗯 等你今天好了 我请小华克过来看一下 做卫镜怎么样 他投入CT不想做 我们就让他清晰 不想 你不想做投入CT啊 嗯 我才在这 我感觉我要死了 你现在不你都要死了 那现在不情况挺好的吗 你的血压满了 心跳也挺好的 怎么感觉你也快要死呢 他挺温柔的啊 其实逢尘一直都还挺温和的 嗯 你在杭州市是没有 没有亲人朋友的 是你一个人 我没有老家 只有几个豪肉 在周边城市 嗯 你的同事已经跟你的妈妈联系上了 然后你看你跟你妈妈联系一下 跟她也讲一声 好吧 你也讲一声吗 你也跟我乱说一下 我是真的人生了 很开心 那年轻人就是很拼 但是他们不会把这种辛苦告诉父母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的朋友们就是 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就没有什么比 关关注自己的身体更对得起父母的 对 逢尘其中一直在安抚他 他肯定给那个病人带来了巨大的安慰 好 好 行 那就先这样吧 他就哭了 跟他老妈聊天 好 应该是 你们跟他妈妈也讲一声 他现在就是一个低血黄情况 然后先不要着急 等我们今天全部检查出来 结果出来之后再跟他讲 好的 行 冯尘好细心啊 考虑的越来越多了 这小姑娘太惨 想要 那这那个 直播那个 然后全身上下只有几百块钱 一些不想做 还是没有治疗就走了 他应该就是内心特别柔软的一个人 他们的这一切对他自己的情感 消耗很大 冯尘你可以的振作 新病人有人去送吗 我去我去我去 一刻不停歇 哎 阿姨 他是湖南人 在当地医院查 是查出来贫血吗 双下肢水肿的人 可能现在有点凶闷气粗 可能有点不太想治疗 又是一个不治疗的 我在家里 我一直要我来 要我来交骗的 嗯嗯 交骗为家的 我要一口门的女 我是交骗的 我买了一笔 先跟他教授去谈一谈 你跟我跟你妈是怎么说啊 我教授 他出学了 嗯 他说可以的 那后面的检察怎么说 怎么想 后面检察 他说不做了 你怎么想 我先当他不做 我先当他不做 你你你 你也没办法 哦 罗老师看着呢 那行吧 那给他先弄个放弃整条事情 你外面等吗 嗯 徐培克这里这里 徐培克这里 周 然后 咋了 这是可能是个白血病 啊 这是个白血病 有可能 要是不宽的 跟他赶紧能谈吧 哎呦 这么严重 嗯 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怀疑 你妈妈可能有 白血病的这个情况 你妈妈可能要做个骨髓参事 你自己意见怎么样 先 我自己意见 想 想检查 肯定要检查的 有必要做一下的 你们 好的 那这个事情 你们要给你妈打个电话 等会好吧 对 可能做 谈到现在去 给她打个电话好了 对 我们会等 我们会等你的这里 对 我们要确定掉这个事情 看一下 他去看一下 得查呀 照一个家属 进来一下 好像怎么样 他跟我妈讲 我妈他不愿意 他感觉没什么大搞点 我们现在居然给他输血 出生来了 他可能整个血色素好起来了 但是 有风险说 比如说你们一回家 他血色素很快就下去了 血色素一旦下去 他可能猝死 哎呦 所以 你们现在确实是可以选择在输业后出院了 但是 之后的风险 我们也要考虑好 我们也要考虑好 但是之后的风险 我们也要考虑好 不是他已经退了 他他不想做了 我再劝他 发现他 他就 有点生气了 我这个 我知道 什么都不想做了 固扯 他也不解了 我跟你说 你们要把这个病情的严重性给他讲 我们要讲过 这个不是说 就一个平学那么简单的事情 好吧 我们也希望就一个简单的毛病 你们可以安全的走 但是 你们还是要想到 出了疾救 就不是 随教 医生随教学到了 就说直白脸 这有可能会要他命脑 他儿子他也很无奈 就你们俩是想做的是吧 我们两个平静在他那里 想给他 全面检查完 我们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那这个事情 我再跟你们的母亲去谈 但是 无论怎么样 你们还是要跟老太太 再沟通一下 好不好 我们到时候那就 龙晨谈话表现还挺成熟的 对啊 他好会沟通啊 现在 你先给他